我們正在閣樓 很酷的 這面是他的家改造 這景不錯耶 一房一天耶 還有雲 如果說沒有雲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 就在這裡看 看極光 不錯啊 我們那時候就是看中他的裝潢選這裡的 這還可以睡一個人是不是 這還可以睡兩個人耶 總共可以睡四個人 你看他這個裝潢很厲害 你看他把樓梯裡面的空間做鞋櫃 哇這個裝潢不錯 你看樓梯裡面的空間改造成這種龜 哇這廁所也很棒耶 有附浴巾跟洗澡洗身體的 他用黑色系的這種洗手台啊 沖澡的 他這個裝潢真的很好耶 只是要爬樓梯而已 好這是冰箱 也都是應有盡有耶 烤箱 哇這是什麼 好漂亮喔 微波爐 你看這微波爐好漂亮喔 對啊 然後這邊也都有碗盤 哇好高檔喔 好吧我們今天晚上在這裡吃好了 現在時間是兩點 兩點很景色 兩點很愛貓貓的 在廣州市區 可以走美光市區了 這間餐廳老闆娘推薦 哇這個高級餐廳耶 一定要在這種消費的地方 推薦我們這種高級餐廳 這裡有雪都跟濕熱冰一樣 融化了 好這邊有一間中國餐廳 然後這裡也是 大家從事國來會有中國人 後面這間是個海鮮餐廳 好了屋上的評價也不錯 我們現在在一間戶外用品店 剛路過的 它這裡賣很多不同的戶外用品的品牌 像小狐狸啊 還有這個阿 還有這個阿 然後H&H 那個這邊的牌子 美歐的牌子 然後石豬鳥什麼的都有 但它價錢就是原價 沒有看到什麼大折的東西 但是款式很多 你看像小狐狸的這種羽絨外套也有耶 這感覺就是對於某個牌子有特別愛好的話 可以來這裡找 對 但如果說要找便宜的東西的話 這裡就是沒有阿 你看像小狐狸 沒有這個阿 對不對 有很多滑雪的東西 因為附近有雪場 你知道嗎 那個極光阿 對它們來說 就是狐狸從天上飛過去 然後尾巴留下來的光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藥妝店 然後其實它這裡的民生用品阿 你看像沐浴乳什麼的 乘以3.1多 3.2左右 都沒有比台灣貴阿 還比台灣貴 你看26乘以3點多了吧 100內 這麼大罐 Shower gel 沐浴乳耶 在台灣的話就要300多 對啊 兩三百 如果是看同品牌 多分 你看它多分的 多分的虛找的耶 32乘以3 那也100左右而已 你看這個睫毛膏這樣 一坨一坨丟在這裡 也在59塊而已 美國裡 有牌子的 台灣開價品牌 這個看起來又便宜喔 我們現在在NAVIC的市區 現在這個是NAVIC的戰爭博物館 它主要是在展1940年NAVIC的海戰 還有展示二戰期間的地面站跟戰斧營 還有一些軍事用的車輛跟打炮這些的 我們剛剛去超市買了一些東西 然後我現在要來準備我們的晚餐 我們在超市買的這個鮭魚 現在4點 對 很像很晚了 然後它這個鮭魚是 兩個是69塊 大概是台幣210 因為威爾鮭魚很有名 所以我們就想說我們來買看這個 好不好 它這個是調味過的 然後它還有一些是賣一整包的 好多個的 然後我們還買了一些麵包 跟牛奶 然後我們帶了一些泡麵來 都還沒有煮到 所以我們今天想說再煮一煮 不然還要帶回去 然後我們買了這個橘子 這裡的橘子也很便宜 而且很甜 然後它其他水果都沒有那麼便宜 橘子可能是冬天的食物吧 這樣子的橘子18塊 60 大概是60左右 來看Melody今天做的晚餐 超冷的鮭魚 很好吃耶 妳說我們這多少錢 69 210左右 然後還有這個辛拉麵 對 還有果汁 這鮭魚也很好吃耶 嗯 比我們自己在台灣買來 然後煎好還好吃 這在台灣不會煎 這很便宜的 這樣一片一百塊 但是像我們這樣子吃 這邊伙食費也不會太高 而且它這個都調味好了 像我們這種料理小白也可以做 就在下雪了 昨天下了這麼多的雪 天啊 等一下才可以從這裡開出來 在北歐這裡每天早上要做的事就是清車子的雪 早安 嗨 我們現在要離開Norvik這個城市了 這是在羅維北方的一個城市 然後它也有一些大飯店啊 吃的啊 高級餐廳什麼的 超市啊 算是很漂亮的一個城市 然後也有一些 又有人在上班啊 然後還有公園 算是過境的時候都可以來這邊住 對 然後它也有機場 然後我們昨天晚上住的是Airbnb 它是一房一廳 然後它有夾乘的房間 它的裝潢我覺得很喜歡很漂亮 很現代化這樣 可是它的熱水是用那種水桶的那一種 它用完那一桶的水之後就會沒有了 所以我們可能是洗澡洗太久 然後花雨沒有熱水這樣 除了熱水以外其他都很不錯 對 還有沒有電梯 我們是住在閣樓的房間 所以它就是最樓上可能要爬到五層樓這樣子 如果有大行李的話可能沒有那麼適合 然後我們下一站要去阿比斯庫 那是瑞典的一個國家公園 是一個看極光的好地方 除了看極光之外呢 那邊也可以滑雪啊 然後做雪橇啊 有很多雪上活動可以在那邊玩 好 走路 好 我們現在看到這邊左轉 左轉就是溫柏托海了 然後右轉就是阿比斯庫 阿比斯庫就是瑞典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瑞典 要繼續走這個衣室 他們都走這個衣室 好 我們現在看到水 然後大家去 然後大家去 雪地開車就是要很專心 然後在北歐這裏的視訊 應該是這樣子 按按鈴 所以要更專心 然後路線又不清楚 就是一片白 如果真的看不到的話 就要看那個旁邊的亮亮的感 雪下的超大的雪 我們又要到瑞典了 裡面也沒有警察 也沒有人來檢查我們 對 因為我們已經付過那個TOFI了 但他還是要來檢查看 對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去 對 對 很有趣 明明就在旁邊而已 好景色 小房子也長得有點不太一樣 好景色 好景色 哇賽 兩迷路耶 太多隻了吧 好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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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螞蟻 我們快要到阿比斯庫了 他這裡也是沿著湖邊的一個國家公園 湖耶 有結冰了 看看我們的車子 開了一陣子之後屁股就會變這樣 好我們現在到阿比斯庫這個國家公園 在瑞典這邊 那邊有火車你看 很可愛 很可愛 那我們先去看我們的房間好了 對 很嫩喔 前面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 這叫做這個 走這個門進去吧 他這個是個B&B 然後我們這個是在Hotel.com上面訂的 這裡沒意外的話 應該也是全阿比斯庫最便宜的地方 我覺得這地方滿溫馨的感覺 在那邊 是要逛街的地方 你最愛的 開到八點 這是我們的活動區 所以這裡可以預訂的活動 然後在外面 遊客中間會開到2時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吃晚餐 因為我們現在是12點半 然後入住時間是3點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這邊 看一下他這裡有什麼活動可以做 那這邊呢 入住時間還沒到的話 可以寄放行李 然後 他還有跟我們說 如果說餐廳有需要晚餐的話 可以要先去 我覺得這個很酷耶 對 我們就有看到有人在玩這個 我們剛去他們餐廳 然後他們晚餐是 三道料理 就是有前菜主食 跟甜點這樣子 三百九十 三百九十 大概是一千塊台幣 在阿比斯庫這邊呢 他好像有分成兩區住的地方 那在我們剛剛住的 我們那邊呢 有一些活動可以租 像是健行啊 雪地健行啊 攀岩這種的 還有Skiing 但他們那邊就是這三種 對 那所以我們來到這另外一區來看一下 對 然後我們就來這個 Outback 阿比斯庫 看起來就是有一些 雪上的摩托車這種的 好 剛剛我們玩的這間 Outback 阿比斯庫呢 它這間是只有租這個 雪上摩托車的 對 雪上摩托車 它有分四小時的 五小時 兩小時的 然後還有早上 晚上還有下午 那這邊呢 是可以自己騎的喔 那要騎的話 就是有license就可以了 對 他就叫我們上網看那個網站上面 有些假期這樣 然後我剛剛按了一個人 是1695 兩個人3390 好貴喔 這樣一開車這樣可以輪流 兩個半小時 那這樣是多少 一萬多 對 這裡的活動都很貴耶 這裡的活動都超貴 我們剛剛我們住的那一區呢 它明天還有一個叫做 峽谷的climbing 冰上climbing的一個活動 對 聽感覺很讚 那感覺就很貴 對 每個活動都很貴耶 那雪地見性就要一八百九十幾塊 對